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顾这几年娱乐圈出现的顶级流量艺人 从最早的韩庚到后来的吴亦凡 陆寒 李一峰 杨阳 蔡旭宽等人 基本都爆出过负面新闻 引发过无数的骂声 只有肖战活到一塌糊涂 还几乎没有明显的负面评价 颜值出众 演技在线 唱功了得 肖战似乎走上了一条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要靠使力的道路 这种途径让人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熟悉感 肖战的发展路线很像一个人 一个在娱乐圈屹立多年不倒的前辈 是谁呢 系数近20年来的娱乐圈历史 上一个近乎完美的优质偶像前选手 当属曾经的 在许多人心中 现在也还是台湾第一美女的林志玲 尽管年龄不同 性别不同 林志玲和肖战这两位娱乐圈全能型选手 从成长经历到性格特质都有着诸多的相似点 能够扛得住大众对女明星的苛刻审美 投顶台湾第一美女头衔十多年 1米74的身高34C的傲人身材 无可挑剔的脸庞 女神这两个字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制 尽管早已年过40 林志玲的颜值和身材依旧非常能打 说回肖战 作为演艺新人 能够凭一部戏便爆红出圈 颜值的出众 显然比硬吹演技要来得更有说服力 自陈情令后 网上关于肖战颜值的讨论可谓热闹非凡 与别人鲜肉大多靠通稿吹捧颜值不同 可肖战颜的除了粉丝 还有大量的路人 无怪乎有网友戏称 肖战的出现收割了一大批从不追星的女粉丝 由于颜值过于出调 西提2019年亚太地区最帅100张面孔第一名 提到娱乐圈学霸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林志玲也必须拥有姓名 林志玲的高中和大学都是在多伦多完成的 高中就读的斯特罗恩中心是一所成立于1876年的顶尖私立贵族女校 在这里就读的学生都是加进富裕 并经过层层选拔的学生 毕业之后几乎100%可以进入全球顶尖学府 而林志玲本科就读的多伦多大学各是全球著名的公立大学 2019年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18位 THE排名世界第21位 从这所大学走出过四位加拿大总理 1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林志玲主修的经济专业是多伦多大学王牌专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林志玲选择的是双主修 不仅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还获得了西方美术史学士学位 2017年林志玲获得了多伦多大学颁发的 最具影响力杰出校友荣誉 是其中唯一一位艺人 也是唯一的一位华人校友 林志玲是圈内公认的学霸 肖战的学历虽不仅林志玲 但也是娱乐圈少有的 毕业于艺术学院以外的本科生 肖战本科就读的是重庆工商大学专业式设计 大学时期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 毕业之后也做了一段时间的设计师 虽然毕业的学校并非一流高校 但肖战的专业功底却十分过硬 早几年为重庆的巷里咖啡馆设计的logo 大象的耳朵就是少女的裙摆 很是独具匠心 经营设计工作室的期间 肖战的一套设计曾卖出20万的高价 可以说真的是一个被娱乐圈耽误的设计能手了 林志玲模特出身 后进入演艺圈做了演员 演了多少年的戏 就被贴了多少年花瓶的标签 不过娱乐圈有过那么多的花瓶 只有林志玲这个花瓶 美得令人赏心悦目 尽管演技麻麻的 林志玲的才艺倒是令人一绝 她会弹钢琴 会弹竖琴 会唱歌 会跳舞 19年春晚舞台上的一曲水上芭蕾 更是让人惊艳 44岁的高龄女星 竟然能够完成媲美专业舞蹈演员的 高难度舞蹈动作 爱豆出身的肖战 自然也是才艺傍身 尽管24岁高龄才当成了一名练习生 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 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肖战硬是在加入男团的这几年时间 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唱跳俱佳的优质爱豆 至于唱功到底如何 我们的歌节目里得到了印证 比不上阿云嘎这类专业歌手是真的 但吊打一众男团女团成员还是可以的 会画画 会设计 会唱歌 还会演技 演技还算不得娴熟 但演艺过的角色都有一定的存在感 看目前这个发展趋势 肖战应该是主攻演艺圈无疑了 林志玲的行山高 这在娱乐圈是个工人的事实 在圈内各种场合都得到过验证 年过40后 有人说他有了运尾文 他说真是不好意思 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我会记得下次把他藏起来 他赤壁时有人问 梁串伟比你矮吧 他答 在我心中 男人的气度永远是胜于高度的 后来他还发明了一种林志玲式合影 半曲之腿 力争比别人矮一头 让别人看起来比他更高 作为后生仔的肖战 也在带人接物中留下过许多体现修养和情商的情节 有次马威威采访肖战 在马威威没来之前 肖战吃着零食喝着果汁 还吃到了自己最爱的薯片 马威威进门之后 肖战起身握手时赶紧拍掉手上的零食渣子 把手在裤腿上擦了一下 不让零食粘在马威威手上 边握手还边鞠躬 以示对前辈的尊重 不知不觉 肖战已化身为当代中国女性的最佳择偶对象 颜值高 学历好 专业强 礼貌上进 零绯闻 总结一下 林志玲和肖战 均为中国娱乐圈近20年来涌现出的典型优质偶像代表 由于多才多艺 也很难将他们定义为模特 爱豆 演员等任何一个身份 最符合他们的 应该是艺人这个内涵更广的词汇 他们兢兢业业 对自己要求甚高 他们礼貌克制 总是用情商去化解尴尬 但无论他们展示给观众的 是不是真实的模样 那份敬意和修养一定是真的 祝肖战在未来的演艺路上 能越走越远 早日成为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如果喜欢小编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小编会定时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哦